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解算页面上这个购物的数据 看一个展示 也就是从购物车里边选中的这些购物记录 我们拿过来进行展示 那它的做的步骤呢 首先我们需要去查询到所有选中的这个购物记录 而且还要取到呢 它里边的这个对应的商品的信息 所以这是要查询购物记录以及呢这个商品的数据 然后再呢再去哪加它里面的这个总的数量和总的价格 这也在哪加出来 我们页面上也需要去展示 在一面的最下方右下角 然后把这个数据产生出来之后呢 就到页面上去便利输出这个购物记录的对应的商品信息 再展示这个总价和数量 最后我们会去做一个小的一个GS的效果 就是把用户它选中的 把前面它选中的这个地址 又拿到这个提交定单的上方到这儿 再给它显示一次 那这是纯GS的效果 那首先我们来看呢 第一步啊 就是在控制器当中去查询选中的购物记录 到这儿啊 查询选中的购物记录 以及这个呢商品的信息 因为购物记录里边包含了有商品的名称啊 商品的价格啊这些东西 那而且查商品信息的时候 我们说一条购物记录里边呢 它是对应着一个有个SQ的那个概率的 所以我们还要去查询它的SQ的信息 因为如果说它有SQ的话 我们以它SQ的这个价格为准 所以这里要查询以及商品信息和SQ的商品信息 这叫规格商品信息 好那这类查询的时候呢就设计到是三张表 有购物车的表有商品的表有这个规格商品的表 那三张表呢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用关联查询 一个是呢用这个连表查询 就一个是用关联模型的这种查询方式 一个是用连表查询的方式 二选一 用关联很简单是吧 但用关联的话呢 这里就是最终的处理方式啊 就会有点区别 就查到的数据会有点区别 用关联的方式呢 那由于这个商品的信息和SQ的信息 我们都需要的是多个字段 你们都有很多字段 所以最终我们查询到的数据呢 你如果说要么就做绑定 做那个字端绑定 绑定多个 要么不做绑定的话 它的结构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 就是购物车的进度是在最外层 它里边每一条进度里边 会有商品信息和SQ信息 那如果用连表查询呢 就是直接查出来 就都是并列的关系 都放在一起 那二选一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先用 有时候连表 有时候关联的 我们先看一下 关联模型的话 应该怎么设置 用关联模型的话呢 就在这个Cut 在这个Cut模型 Cut模型 它要设置呢 这个购物车 到这个商品的一个关联 那购物车到商品的关联 它是一个购物车 一条这个购物车 进度 它是对应 一个商品 我们说一个购物车进度呢 它是有 有一个商品 所以是用Haz1 然后对应呢 另外一个 就是呢 购物车进度和这个规格商品 规格商品和这个SQ 它有一个关联 那一条进度也是呢 有一个这个规格商品 SQ 所以它也是Haz1 所以这两个定义呢 都是Haz1的关系 那么定义一下 它的Public方形 到商品的话 我们叫一个固字 你们就是Return DollarZ Haz1 第一个参数 是关联的那个模型 是商品的模型 第二个参数 是那个外界 那么在购物车的表呢 它是有一个固载底 固载底 好 后面的外界呢 是ID 我看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有一个 我们先这么写了 先这么写了 先查一下 能不能查出来 这个顺序有点是反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呢 商品的ID呢 是放在购物车表的 是放在购物车表的啊 我们先这么查一下 先用Haz1 我到 不在这个空中写啊 不在空中写啊 我们先查是这么写呢 去查了设议试 我们这个购物车的进度 Cut CutData 等于呢 用这个ABP Cormand Model 一个Cut 购物车的模型 然后用Waze 查一下这个固子 然后呢 是Select 加上一个Ware条件 选中的 选中的是购物车表的 IsSelect 等于1 我们先查一下这个数据 能打印一下 看能不能查出来啊 我们这个关联写的呢 好不好使 这个关联我们写的是个反的啊 是个反过来的啊 对 Ware写错了是吧 IsSelect 1 果然有问题啊 对 这个关联应该是用Belance2啊 是属于啊 一条Google基础 它是属于一个商品啊 应该是这么 属于的啊 那就应该是Belance2啊 因为这个ID啊 主件ID 其实是在商品表的 主件ID在商品表 在购物车的表呢 是有个固子ID 那所以应该说是 一个商品呢 一个商品呢 它有一条Google基础 然后一条Google基础呢 它是属于一个商品 因为反过来 应该是属于的关系啊 用Belance2 这样能查到没问题啊 一条Google基础 是属于某一个商品的 就这么一个关系啊 那后面呢 也是属于的一个关系啊 它不是有 属于 因为这个主件呢 也是在这个 规格商品表 然后呢 外件 就是那个管理的 那个外件 是在购物车表 这么说 有外件的这张表的数据 它是属于呢 那个主件的这张表的数据 那所以后面呢 写的时候呢 也得是用Belance2啊 这里是 SPEC 固子 SPEC 固子 那这里是SPEC的固载力 那查询的时候呢 再根据这一个 获取到呢 它对应的这个 购物车的进度 好的 位置呢 再加一个 是SPEC的固子 SPEC固子 空格 不能加空格 那这是查询到呢 我们的购物记录 一共是有八条 每一条数据呢 它里面是一个模型对象 那么为了去展示方便呢 为了打印方便 我把它转化成标准的二位数组 六一个Sync下的collection 然后 Dollar Cart Data Toolary 然后再来打印看一下这个结构 每一条固物记录里边 会有一个固子的下标 那里面存的是它的商品 然后还会有一个SPEC固子 存的是它所有的这个规格 它的这个规格商品的信息 这些字段 那第二条购物记录也是对那有 那这是通过这个观点查询呢 就取到了我们的购物记录 以及它下面的商品这些信息 都没问题 那然后呢 我们再来做 如果要把那些字段都拿出来的话 就得做一个绑定 那不是在后面加上一个罢印的 那么设置呢 你要关联的是哪些字段 比如要关联的 这是商品表里边的 我们需要这个商品的logo 固子logo 需要商品的名称 固子内容 需要商品的一个价格 price 需要商品的 一个它的库存的话 是那个固子number 对照着商品表 商品表也有个库存 商品的数量 固子 固子name 固子price 然后呢 成本价什么的 这个我们也不取了 causeprice 可以取一个 causeprice 成本价 price 然后呢 是goose number 这是商品的 商品表的这么一个库存 然后呢 frozen number 这是冻结的库存 所以这里也都是要取的 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商品的库存和冻结的库存 这两个是用在 如果它没有那个sq的话 所以它的这个库存呢 是只能进入在商品表 它没有sq 它的库存就在商品表 它有sq的话 它的库存就在sq表 然后后面其他的字段 我看一下 固子no go 其他的呢 好像是不用取了 其他的就不要了 就主要取这么几个字段 这是商品表的 然后后面的规格表的 bind 我们也取呢 需要用到的 有这个规格的ids 看一下 规格商品表 固子iD不用 不用选 ValueIDs ValueNames Press Cost Press 还有这个库存 那把它呢 都取出来 Value IDs Value Names 然后呢 是Press 有这个 Cost Press 还有这个Store Count 还有这个Fruit 应该是Store Frozen 冻结的 那这样我们可以 现在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我们Bind的 绑定的这些数据 它里面呢 会有一些字段 会有一定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Cost Cost 上下都有 对吧 上下都有 我们把它都要 保定到这个副模型上去 如果直接这么写着 我们测一下 它会是什么效果 报错了 模型的属性已经存在 你前面保定过一次了 你再去想要再保定一个 它会告诉你 已经存在了 直接报错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呢 设置别名 换一个名字 那这里换名字的语法 注意就不一样了 不是通过一个S 去给它取别名了 换别名的语法呢 我们得在 Bind的方法里边 得传一个数组了 然后把前面的 不需要取别名的 我们单独一个一个的 作为数组的元素 直接放一个值就行 这是不需要取别名的 就不能放一个大的字符份了 这是数组当中 一个一个的元素 然后对需要取别名的 像这个Cospress 我们要给它写成 一个建制队的方式 然后呢 它的别名放前边 前边是绑定的 这个模型的一个属性 就是字段名称 放前边 后面是数字表 那个字段 放后边 其他的不需要取别名的呢 直接默认放一个值就行 就不用写那个 前面那个下标 那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没问题了 然后绑定之后呢 这里有商品相关的字段 有这一个呢 规格 规格商品相关的字段 那看后面有一个 Cospress 有重复的名称的 前面是Cospress 后面是Cospress2 那这样就能够呢 查到对应的这个数据了 所以这是用关联模型的方式 我们就这么去写 这是呢 有这个Cospress 那重复 重复 那需要呢 取别名 那定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控制器当中 我在控制器当中 做了这么一个关联查询 所有数据都有了 但现在我们还要去做一个处理 对这个数据呢 还要去做一个处理 就是要 For each Dollar CatData AsDollarV 对其中的呢 查到的这条数据 里面如果说 它是有这个 如果它是有那个价格的 有这个SQ的 它里面会有这个Price 有Cospress2 我们需要把它呢 和前面的商品本身的 这个Price 和Cospress 需要把它统一一下 用一个 保留一个就行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的 把这个Price 和Cospress2呢 把它覆盖到 这个Cospress和Cospress上去 就用SQ的价格 把这个商品的价格 给它覆盖掉 那这个我们前面 其实也做过这么一次处理 那这里还要再做一次 所以循环 然后判断 对每一条数据 如果说DollarV呢 它有这个 Price 我们加一个 这个 这个吧 Ease Set Ease Set DollarV的 这个Price 并且 DollarV的 这个Price 它是大于零的 我们就用了 DollarV的 我们把它里面的 固子Price 就设置为 它等于这个V的Price 就把两个字段 保持是一样的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那个CostPrice CostPrice2 如果这一个存在 这是SQ的 它存在 并且它也大于零 我们就让CostPrice和CostPrice2 相等 保持一致 这是使用 SQ的 价格 然后覆盖 商品的 价格 然后 还对于另外一块 我们这里也可以 顺带地做一个处理 就是它的库存的 我们说这个库存 库存的处理 我们库存的字段 它如果有SQ的话 我们就用SQ里面的库存 但是如果没有SQ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商品的库存 所以这里也可以给它 做这么一个处理 如果我们可以 用两种选择方式 我们前面就是 用SQ的东西 去覆盖商品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反过来 可以用商品里面的 覆盖SQ的 但用SQ的覆盖商品 也是一样的 都行 那比如说 用SQ的覆盖商品的话 我们这里就可以设置 是 如果说 一字set 这个dolaV里面的 它的库存 是store count 如果有这个SQ的库存 并且 这个dolaV的 store count 比如它也是大于零的 我们就给它覆盖过去 用dolaV的 它有个固子 number 它就等于呢 dolaV的 这个store count 也给它通过去 然后 一直set 它的store frozen 这个冻结的库存 那也给它覆盖过去 到这边呢 是 frozen frozen number 就都用SQ的数据呢 把商品表的数据给它替换一下 那这样替换的话呢 我们以后就直接去取这个商品的对应的资料就行 就保证的是准确的 那这是库存的一个处理 然后把这些处理好之后 这是把这个购物车的进入的信息的都处理好了 那然后还需要去做一件事 我们需要去哪家的一个总的数量和总的价格 哪家 那哪家呢 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个循环 那就可以写在这个活一线里边也行 就放在一个活一线里边 或者说你单独拿出来 再活一次 再变你一次 也都行 那我们看 如果写到里边 我们就写到一个活一线里边 这里要呢 这个哪家 这个呢 总的数量 和总的价格 那首先在外边呢 得定义这么两个变量 Total这个Price 等于0 DollarTotal这个Number 等于0 先留着 然后这里边 佛一线里边呢 我们看原来这里啊 其实是改过这个DollarV了 改过DollarV的话呢 大家也记得在前面加一个引用 如果要修改DollarV 并且呢 想要改到这个原来这个书组上去的 就加个引用 然后再回去后边呢 我们把这个引用给它去掉 就Unset 这个DollarV 然后在前面统计过这些 就是改过这些商品的价格之后 我们再去哪家这个总的数量 总的数量 Number 就加等于 它是在每条数据里边呢 就有一条这个购买的数量 有一个Number 这是购物车表里面的字段 直接哪家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价格 这个Total的Price 它是取我们购物车表的这个数量 要乘上这个商品的价格 那价格前面我们 如果有这个SU的价格 会切换过后 切换过 然后就取多了V里面的 固子Price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准确的 这就取商品的价格 乘上商品的一个数量 得到呢 一个 这是一个小计的金额 在哪家 把所有记录的哪家到一起 得到一个总的价格 这是总数量和总价格 那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查询 一个处理呢 就完成了 就取到了 所有的购物记录 是所有的选中的购物记录 好 看一下这个查询有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弯条件 没有写 我查询的话 是不是只能是 当前登陆的用户的 对吧 我不能把别人那也拿过来 那抢着让这个用户呢 他给所有用户买单 对吧 那不行 那我们班上 我们班上每个人 都有个购物社 让你一个人帮忙清空一下 可以吗 谁说可以的 大家都听到了 找他就行 所以这个用户爱力呢 一定带上 我们要 我们要去 结算的 是当前这个用户的 他选中的 这个购物记录 然后呢 查询到数据之后呢 对他的价格呀 库存呀 这些做了一个处理 然后得加了一下 总的数量 总的价格 再呢 放到最后的数据当中 去展示 比如这个Cut Data 都是Cut Data 然后呢 有这个Total Number 这一块 写到这一块 还记不记得 有给大家说过一个函数呀 这个这样写有点麻烦 Price 有变量 然后呢 每次我们写个下标 要写个这个变量 这样写就有点麻烦 我们可以用到另外一个函数啊 不管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再写一下啊 Compact 然后呢 他就只需要写那个名称就行了 这样的话 就得保证呢 你那个名称啊 那个变量 它确实是存在的 这是就是简单的写法 看看啊 到了 这个中号不需要了 到这就行了啊 他写的 这个Compact 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传几个这个名称 其实就是那个变量的名称 不需要多数号啊 然后呢 传了之后呢 他就直接给你组组出来 这样一个数组 用这个名称作为下标 用加上一个多了 取这个变量的值过来 作为值 现在写会稍微简单一点 再给大家写醒一下 有这么一个函数呢 可以用 然后写好之后呢 就到一门去展示了啊